因為網路進化電,所以核實方式也慢慢改變 國國國中何委婦老師就特別以新興科技為主題 設計方便核心核實的平台 讓核心無論在哪裡都可以想要核實就核實 國國中何委婦老師在高學上習慣使用自己設計核實平台 這個以新興科技為主題核實平台 不能幫助教學,也方便核心學校後 在我設計好這個學習平台上面 學生只要能夠登錄到這個學習平台 他就可以根據自己的學習進度做自我學習 而且剛剛在這個教學過程裡面 我們也會鼓勵同學 如果說你已經做好了同學 事實上同學你可以看一下你左右兩邊的同學 可以主動去協助他們 或者是說你碰到問題的時候 你們可以兩鳥互相討論 這個也是在課程設計上面我們會去思考 如何運用一些教學方法策略 或者是一些數位學習平台 來增進學生的學習效率、學習成果 有讀有你的核實平台 尤其方便核心對你的實質操作 核心只要知道這個平台帳號和密碼 無論是在學校的電腦到時 要是在家裡 隨時都可以使用 有了這個東西當然就是會比較方便 就是在隨時隨地你只要有網路 你就可以去做練習或者是去做學習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 這個幫助就是假如有忘記 或是什麼不懂的 就可以馬上再複習一遍 然後複習就可以加上自己的印象 然後才不會忘記 這個學習平台的個人級上官的壓批 方便出學者可以透過壓批 對剛才學習概念 可以有一個比較實質的實質 也會因應每次教學狀況 隨時搖晉雷龍 去吃飯店下的臨金爐五個採訪報道